第四波疫情已經完全終止 第五波是透過種種外防輸入的措施 將它秉住門外 也沒有進入到社區發生大規模的爆發 所以香港市民必須要把握這一段期間 這一段是非常難得的空窗期 因為如果我們今天又有一些大型的社區爆發 我們的重點又會放到病毒檢測 所以這個時候在香港應該是最有利於 我們盡快去推進疫苗的接種 否則到時又有了第五波例 又有了社區的感染 我們即使有針 都沒有能力和市民大規模地來接種 截至到昨晚為止 接受了首劑疫苗接種的香港市民 是352萬8700人 佔合資格的人的比例是51.9% 這個情況仍然是需要改善的 所以要視乎我們來了 好遠去 來 光顧 照片 而且 好遠去 請 在 到 有 有 出